周日深夜回访白宫 川普21号将面对美国史上第三次弹劾大审 不过外界焦点却放在他们身上 川普梦幻律师团队用这份六页文件首次回应 痛批弹劾案无耻又非法 不只用词很呛辣 新加入的这两人过去的争议记录和川普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法法学明教授德修兹 因为1990年代成功替辛普森杀其案被告 美式足球明星OJ辛普森脱罪声名大噪 又替去年离奇死于纽约狱中的 美国富商艾普斯坦辩护 与建方达成认罪协商 而随后又被一名受害女子指控 参与爱普斯坦的性交易活动 前独立检察官史塔则堪称弹劾 调查专家 原本调查柯林顿夫妇的弊案 却意外揭发总统与实习师的性丑闻 让柯林顿在1998年成为美国史上第二位 遭众议院弹劾的总统 尽管外界分析参议院办数以上席次被共和党把持 估计无法通过弹劾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赞成门槛 但如今王牌大律师有没有加分效果都不知道 川普能否笑到最后 看来还是未知数 在这新闻上都报道